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富豪 早年就读于加拿大大学或学士学位 1974年毕业回港 加入其家族的吊扇制造业务 或风扇留职绰号 刘兰雄眼光敏锐 极具魄力 以狙击手姿态 事成于香港股市 自1985年迅速崛起 已发展成为拥有四家上市公司的综合性大集团 总市值追随十大财团之后 成为香港猴股财阀 业务 扩及地产 传媒 建筑及制造业等方面 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他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 以21亿美元财富 位列第458位 2015年 刘兰雄以109亿美元身价 排2015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榜第六位 刘兰雄的前妻叫保永勤 保永勤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身价过十亿 但医生的遭遇并不如意 感情生活充满坎坷 又不幸患上癌症 于2003年去世 年仅49岁 刘兰雄发达后 与发妻保永勤的感情开始冷淡 冷淡的主要原因 是刘兰雄与影星李嘉欣交缠在了一起 刘兰雄完全被李嘉欣的美貌折服 他们在1989年的时候认识 为把李嘉欣追到手 刘兰雄可是下了大功夫 不仅送豪宅豪车珠宝华服 卫博每人欢心 还不惜将商杀改为the one 但更重要的是 刘兰雄不仅靠砸钱 还走心 比如李嘉欣半夜肚子饿 刘兰雄就去给他买肠粉 爬了二十几层楼把食物送到李嘉欣面前 还在92年李嘉欣生日的时候 登报时爱李嘉欣 把李嘉欣都感到哭了 这样的男人 有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呢 自从李嘉欣跟了刘兰雄后 便整天想和刘兰雄黏在一起 为了能够取代保永勤的位置 李嘉欣展开了逼宫之战 多次直接指电保永勤爆出口 王永勤想阻止战务的婚外情 却无处下手 在接受查小心采访时 王永勤谈及此事 他爱半夜三更打电话来 说些很难听的话 甚至动粗口 又说他在他身边 他不再爱我了 查小心问他为何不管 王永勤脸色哀伤 心闲劲过后自然会重回正道 可他想错了 在刘兰雄与李嘉欣的事还没解决 在李嘉欣无法忍受刘兰雄 有那么多红颜知己 而选择分手后 在1991年 刘兰雄认识了蔡少芬 又与蔡少芬交缠在了一起 为了这个新欢 刘兰雄自然又下了不少功夫 在蔡少芬18岁生日当天 刘兰雄赤字百万 去豪华酒店摆了四十桌 为他庆祝生日 蔡少芬从小父母离异 母亲嗜赌如命 欠了一屁股债 带着女儿东躲西藏 年少时 蔡少芬每在一所学校 读几天就被迫转学 富豪刘兰雄看上了蔡少芬 而他追蔡少芬的手段也很简单 帮他偿还债务 蔡少芬无奈只能选择做刘兰雄的情人 而蔡少芬妈妈赌的那些钱 对于刘兰雄来说 只是杯水彻薪 随随便便就能帮他还清的 在这段感情中 刘兰雄帮蔡少芬还过八千万赌债 更确切地说是帮他妈还的 除此之外 刘兰雄还开了个公司给蔡少芬拍戏 刘兰雄当时的夫人保永勤也说 在老公所有的情人中 他最不恨的就是蔡少芬 其实他是被逼无奈 他很乖很孝顺 甚至保永勤还请了老师 帮他补习英语 教他社交礼仪 在与刘兰雄交往期间 蔡少芬没有中断排戏 辛苦挣来的钱 也几乎全给了母亲还债 大概认为女儿攀上了富豪 她母亲并不悬崖立马 反而越赌越凶 后来实在无法忍受的 蔡少芬召开记者会 忍痛宣布与母亲断绝联系 求各界债主放过自己 随后与刘兰雄提出分手 但据说分手后 刘兰雄还帮蔡少芬还过债 刘兰雄对自己喜欢的女人 真是尽心尽力 没话可说 与蔡少芬分手没多久 刘兰雄又公然与关志玲 和袁杰云在一起 刘兰雄对关志玲也很好 知道关志玲喜欢钱 钱跟房子都是送送送 还有关志玲喜欢古董 刘兰雄则在拍卖会上 拍了很多天价古董 都传闻是送给关志玲的 还很拔道总裁的用直升飞机 借关志玲去约会 刘兰雄这么温柔体贴 也难怪关志玲就算不结婚 也会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后来关志玲和刘兰雄分手后 光凭借房产关志玲就赚了两千多万 但是对关志玲影响巨大的 是当年传闻的他和刘兰雄的高尔夫球事件 让他的形象一落千丈 还曾说出他做的都是为了钱 面对这一切 保永勤没有做出什么反击 朋友问他这样是否值得 保永勤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一直等他回来 最终因为无法忍受 1992年保永勤提出了离婚 在经过几次女性恋情之后 刘兰雄就转向追求事业型的女性 后来认识了李立军和玉姬甘比 两人上演了长达十几年的真功之战 至于为刘兰雄生下一儿一女的李立军 为何未能成功嫁给他 在接受某专访时他透露过 有一件事说真的 我的长子和甘比 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出要分身家 不像有些人早已虎视眈眈 你一倒下一段气 两脚一身就出招 刘兰雄这样说 是因为有次故意半穷 找李立军借五千万美金 结果被要求写借据 这时刘才发现 吕一方面想尽各种借口 跟自己要钱 另一方面 却又每一分钱都要和自己算清楚 刘无奈地感叹 即使我送一百亿给他 他还是为了一元钱而出卖过 就算给二百亿 三百亿都没有用 他贪得无厌 在钱财之外 让刘兰雄伤心的 还有李立军对亲人的态度 让刘兰雄难以忘记的是 刘老太太去世之前 甘比每天在医院照顾 却不见李立军的身影 后来刘兰雄给他打了电话 他才带着孩子来医院 看看老太太 不过也只逗留了十分钟 自己生病住院一年半 李立军也只是来医院看过一次 也只有不到十分钟 还整天问律师自己死了没有 为争夺家产做准备 更为重要的是 李立军竟然教两个孩子仇视爸爸 有次刘兰雄回家看孩子 女儿见到自己 却连生爸爸都不肯叫 以前我自视智慧高 结果三个女人生出来的孩子都不同 孩子有些是来还债 有些是来讨债 有苦我自己知道 2016年11月15日 刘兰雄高调宣布 与相知相恋16年的女友 李立军分手 11月18日 刘兰雄与甘比申请注册结婚 12月 甘比证实已和刘兰雄签字结婚 2018年1月31日 刘兰雄妻子甘比 在香港养和医院 生下第三胎女儿 约6.3斤母女平安 最终刘兰雄选择了甘比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刘兰雄称甘比是自己最后一个女人 刘兰雄称 她真的令我感动 我认识她15、6年 我有病 她照顾周到 接子女上学和放学 又要照顾家庭 她很辛苦 很累 刘兰雄是个心系之人 考虑事情也很长久 对钟情的人 把各种事情考虑得更是全面了 为了防止李立军在她不在之后 争夺财产 刘兰雄预留100亿港元 给长子刘明伟和甘比 就是为了保证 他们有钱跟李立军打官司 还特意跟儿子和甘比强调 不要退让 打十年也要跟她耗下去 为了能让甘比以后生活无忧 刘兰雄更是将名下160亿商场 得万过户到甘比名下 加上多处房产与债券 甘比身价已超400亿 而凭借刘兰雄给予的财富 甘比2017年就已经成了香港女首富 作为一代风流大亨 刘兰雄在智商和情商上都是一流的 也正因为如此 在她的心中还有难以忘怀的人 种种迹象表明 她心中最爱的女人还是李嘉欣 也许她这一生最遗憾的事 就是没能娶到李嘉欣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讲案件故事 看众生万象 请关注墨镜老书频道 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见